你好 我是羽木 2015 4月30 呃 新口味 我不是每一篇都很沉重 雖然我的東西沉重的比較多 但是這篇相信我 它蠻輕鬆的 你快要睡覺了嗎 聽一聽 也許會睡著 帶著微笑吧 新口味 炎熱的季節 偶爾來一杯甜甜的清涼 不僅鼠疫全消 似乎也暫時忘卻了 含糖飲料的 對健康的影響 倒也痛快 我喜歡喝綠茶 沒有什麼其他的原因 就是 止咳 對味 就像有的人吃東西 必須吃到米飯 才會有飽足感 混在 排隊的人龍 終於輪到我 心裡很期待 店員都有說 你好 今天想喝點什麼 這句話對他來說很自然 對我而言很突然 因為我不算什麼常客 心裡面滿滿的綠茶的期待 還被他這句話就噎住了 心裡想著他又不認識我 那只是某種友善的親切感 做生意吧 對 不過他表達完這句親切之後 就再也沒看著我了 無可厚非 工作 工作嗎 忙 忙 我在最短的時間內 收拾起 突然 但我還是停斷了 每天有多少客人在櫃台那邊 停斷的想點什麼喝 想買哪一個口味 店員也是習以為常 不會覺得我停在那邊 是不是 好像電視是不是壞掉了這樣 畫面都不會動 所以店員順勢就接著問 要不要試試看我們新口味的翡翠檸檬茶 呃 雖然我不知道那是什麼東西 我只聽得出來它不是綠茶 而且名字聽起來很清涼 讓人想買一杯來試試看 我的期待瞬間又被重新倒向 我說好啊 那就買一杯這個 店員說 翡翠檸檬茶嗎 甜度冰塊呢 呃 我果然 不是常客 又停頓了 甜度正常 7分 半糖 3分 5糖 我們建議3分 因為它本身就有甜 店員如此的一氣呵成 想不到還沒有講完 冰正常 少冰去冰完全去冰 去冰還是有小碎冰 不要冰的話要選完全去冰 呃 呃 喔 沒多久一杯少冰的三分糖的 翡翠檸檬茶送到我手中 酸酸甜甜的滋味入口 一邊喝著一邊想著 剛才甜度的冰塊的多寡選擇 人的選擇不會是可有可無 面對不再是有和無的世界 如此多樣化 客製化的選擇 一時間還真的反應不過來 就已經在適應它了 難道只有慢慢拍的我 才這麼覺得嗎 口渴的問題解決了 止渴 卻肚子餓 麻煩真不少 我又回到排隊人龍的隊伍裡 這次是鍋貼水餃專賣店 沒有新口味 沒有甜度冰塊 縱使店員問我相似的問題 今天想吃什麼 我也沒有發生停頓 就流暢的點選我想要吃的鍋貼水餃 在旁邊等著外帶 我開始聯想如果鍋貼也有熟度 像是底全膠 底七分膠 底半脆 底三分膠脆 而水餃也分大小 超大飽滿 七分大 適中和小巧 客人會因為這些多樣化客製化的選擇而感到開心嗎 還沒有想出個所以然 一位尋常的民眾 民眾 路人 客人他想要買東西 他的反應讓我印象深刻 因為他在鍋貼水餃店裡面 點了一個東西 對我來說是新口味 今天想吃什麼 那位客人被店員這樣一問 他回答說 什麼不用等就吃什麼 我從來沒有想過不用等 也會成為餐飲界的新口味 而且還具備擴散感染的效果 相當暢銷 因為他身後下一個客人 也點了一份不用等 我只知道新口味 怎麼說 我不知道有這樣的新口味 什麼不用等就吃什麼 所以我還是繼續在旁邊等 陌生人的突然 引發了我的突然 什麼不用等就吃什麼 時間凌駕於一切之上 似乎世界又回到了 有和無的二元單純 我想這一切 只是不同情況產生的錯覺吧 其實並沒有那麼複雜 有意思的是可別錯誌的情況 像是面對多選擇的時候 給我一杯新口味 叫做什麼不用等就等就喝什麼 或者是在鍋貼水餃店 點一份底三份焦脆的 鍋貼和七份大的水餃 弄反了就令人困擾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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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